我刚刚在外面回来 小叔买了个大猪头来我们家吃饭 我们的家小叔真的是 他说好久没来跟爷爷一起吃饭了 买一个大猪头来 来就来 随时来就可以了 还要提菜回来 煮不下 好大一个 要砍好了 不知道 看吧 煮出来 这个猪头猪也好了 煮掉 一大多 宝贝 冰了冰了 冰了冰了爸爸找你了 谢谢 啊哈哈哈 锅里面煮起来了 哇一大锅 怪不得 小叔买这个猪头骨进来 说陪爷爷吃饭 今天是腊八节 煮久一点 煮久一点 再拿一片我们的腊肉来煮一下 不知道小叔他们有没有做腊肉 尝一下我们家的腊肉 这腊肉的是小火慢慢熏熏了一个多月了 现在很干很干 你看 拿哪一块 五花肉 这上次炒了一节还剩一小节 把这一小节炒了 再拿一点 洗好的腊肉 下冷水下锅煮一下 然后 有可以 有这个腊肉 可以把它直接煮熟 到时候直接切片 也可以或者煮一下 然后再拿点蒜苗来炒一下 很香的 这个猪头骨煮好了 现在要把它捞出来晾凉 等下就好 把上面的肉剥出来 好大一锅 里面还炖的黄豆 煮好的腊肉 煮好的腊肉 现在要把它切 拿来炒一下 放蒜苗炒 哦 非常漂亮的 五花肉 把切好的腊肉 放到锅里面去炒一下 这样煎出来更香 大肉也出锅了 香喷喷的 这个是猪舌头 炒了两盘 要把这一盆肉全部剥出来 骨头和肉分开 等下直接拿烫火锅 一盆的猪肉 但还有一点还没剥完 等下再剥吧 边吃边烫 烫火锅吃 耶耶 耶耶 吃饭了 我们吃饭了 放个音乐 音乐怎么放呢 放个音乐给我们听一下嘛 放啦 给我们放音乐啦 好好听哦 谢谢 吃饭了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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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在家里面了 老弟也不在家里面 老龙也不在家里面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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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